断天牙要找铁胆神猴断绝关系 却被三十六天刚拦住了去路 他们认为断天牙这个天字第一号密探 不过是一个过了气的老家伙 根本没把断天牙放在眼里 于是六大天刚拔出长剑 出手围攻起了断天牙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断天牙见六大天刚如此过分 也不由得动了真火 三十六天刚嚣张跋扈 曾经联手生情过成是非 可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了新手保护期 再加上这次面对的是断天牙 而不是断铜水的成是非 因此被断天牙打得落花流水 断天牙见铁胆神猴快人快语 也就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 要和铁胆神猴断绝父子关系 铁胆神猴文言不怒反笑 表示他一直很看重断天牙 认为断天牙和他一样 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 古往今来 无论是蜀国皇帝刘玄德 还是蒙古的成吉思汗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是为了大业而牺牲 所以只要等到一统天下之后 便可以再次开支散业 断天牙没必要为了两个女人 断绝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依父 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神 可是你刚才说了这样的话 让我觉得你也只是个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断天牙告诉铁胆神猴 他之所以如此愤怒 不单单是因为上官海棠 和柳生飘虚的死 更重要的是 铁胆神猴将他当作傻瓜一样的玩弄 这是他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 这是因为 当初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现在大局已定 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了 断天牙是铁胆神猴最器重的义子 因此他愿意多费口舌 重新将断天牙给拉拢回来 可断天牙被骗得这么惨 又怎敢再次相信铁胆神猴 铁胆神猴对他的承诺 未尝不是另一个局的开端 心灰意冷的断天牙拿出天地玄黄四块令牌 将其交还给了铁胆神猴 可铁胆神猴竟然直接将令牌扔在了地上 这种行为深深地伤透了断天牙 他跪在铁胆神猴的面前 说出铁胆神猴对他有三大恩德 第一个是救命之恩 第二个是授业之恩 第三个是养育之恩 为了报答这三大恩德 断天牙对着铁胆神猴磕了三个响头 从此以后断绝父子关系 他将改口称铁胆神猴为神猴 铁胆神猴见断天牙趋意已决 定然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为了将危险抹杀在摇篮之中 他要断天牙受他三掌 可放眼全天下 恐怕也只有用出精装不坏神功的成是非 能够承受铁胆神猴三掌而不死 断天牙仅仅只是中了一掌 就已经身受重伤 断天牙受了铁胆神猴第二掌 强大的掌力将其推下阶梯 体内的经脉也破裂了不少 照这种情况下去 他根本无法接下第三掌 因为方才的第二掌 铁胆神猴只不过用出了五成的实力 要是他用出石成的实力 断天牙将会必死无疑 断天牙明知接不下第三掌 可还是不愿投靠铁胆神猴 铁胆神猴正要出掌之际 正得皇帝带人到来 出言阻止了铁胆神猴 他希望铁胆神猴给他一个面子 让他带走断天牙 至于剩下的养育之恩 不过是一些金钱财物 反而是三大恩德中最容易搞定的 皇上是一定要维护他 请皇叔给朕一个面子 朕一百一万两 九百里封印 替他还债 起石猴肖的 告辞